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故事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 为什么我的房间越收拾却越乱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人 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小林 今天是星期六 小林九点钟就起床了 他起床干什么 他起床看书 小林在想 我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的看一本书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桌子上有一些污渍 有一些脏的地方 小林本来想 没关系 我晚一点在他桌子 可是他越看桌子 他就越无法忍受桌子上的污渍 他必须要把桌子先擦干净才能专心看书 所以小林找到了一块海绵 还有一瓶洗涤剂 洗涤剂是一种化学物品 可以让他的桌子变得干干净净 现在桌子擦干净了 我可以认真看书了 我可以认真看书 看书 는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